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的是辅典数的运算 我们都知道辅典数的运算分四步 一步一步来是最安全的 但是这里我们先手算一下 先对外来一个简单的对接操作 把它对到七节 这样的话我们的分五部分要乘一个四 接下来是把尾数部分相加 那这里一眼能看出来 加出来肯定超过一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右规 右规的话 接码就要加一 加一变成八 但是这里我们接码只有五位 而且有两位是符号位 也就是说 它最高只能到七 到八的话就一处 那么我们选择递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按标准流程 来验证一下这个结论 标准流程是四步 但是这里我们要多一步 先把这两个数字转化成机器码 首先是x的介码两个符号位 值是111 接下来是尾数部分 尾数部分我们分开看 先把分子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 然后分母其实是代表一个移位的操作 因为32分之一是2的-5次方 相当于右移五位 那么我们把小数点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加上符号位 它是一个正数 接下来是y一样的处理 结码是5 然后处理尾数上面的5 它这里是右移了三位 而我们的尾数有数尺部分有五位 所以我们给它补两个0 同样数幅还是0 关于移位 这里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区分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32分之五 就是先把5写成101 然后32是要右移五位 所以应该是以三位变成点101 然后再贴两个0 小数点在这个位置 这样我们就得到xy的机器码 接下来是对接操作 对接是小接向大接看齐 看齐的时候 接加一尾数可以右移一位 可以通过实进制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 它是保持了数值不变 改变了表示方式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对接的是y x是保持不变的 y需要移动的位数 就是它们的接码之差两位 也就是我的101是在原来 这里的基础上后移的两位 然后接码是从101变到了111 这是在机器内部的操作 其实手算的话 可以直接把刚刚我们的这个结论 换成对应的机器码 也是这样子 对接之后就可以对尾数进行加减操作 这里是加法 加完之后发现有溢出 这个跟我们最开始的判断是一致的 然后需要进行规格化 规格化的辅点数格式 带两位符号位的是这个样子 特点就是两个符号位要相等 然后跟数值位的最高位相反 那我们这里是明显不符合要求的 然后对应不同的溢出情况 规格化的要求 我们列了张表 我们的情况属于下面这列 造成它的原因就是尾数太大了 我们要进行右移 然后把它的数量级放到结码上去 然后进行右移操作 右移移位 结码加一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发现 结码移出了 同样是通过双符号位来判断溢出 双符号位 00或者11是正常的 其他两种情况是溢出 我们这里的01是上溢 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10 表示下溢 那么结论跟我们最开始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道题讲解结束